上海徐家汇路达浦路口 今天发生车辆冲撞人行道 重大的车祸意外 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 根据东方网报道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 发布警情通报 指出今天上午9点28分 黄浦区徐家汇路达浦路口 发生交通事故 并迅速抢救处置 通报指出今初步调查 赵姓赵世人驾驶一辆上海车牌 小轿车送女友上班 但途中行驶到徐家汇路达浦路口时 因为操作不当 导致车辆失控撞到路边的行人 根据了解受伤的10人 都是台湾游客 其中一人送一抢救无效死亡 其他商者还在权力救治当中 上海警方指出 赵姓驾驶已经被警方控制 事故原因也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美贸易谈判上周四31日结束 虽然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但中国还是主动让步 承诺向美方购买500万吨的打斗 韩国朝鲜日报分析两国谈判后各自发出的官方声明 发现中方在声明当中数次强调取得共识 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希望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 来缓解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困境 报道指出双方公布的协商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美方声明指出虽然谈判取得进展 但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期待与中国有后续谈判 暗指双方在关键议题上 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北京大局补贴国营企业等等还是没有共识 但中方声明确坚称 中美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进展 双方明确下一步磋商时间表和路线图 报道又指出白宫声明强调 这次协商是一次激烈而且富有成效的技术性谈判 而中国却声称这是一次坦诚的充满建设性的具体协商 朝鲜日报认为中国经济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成长放缓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更希望在贸易协商期限以内与美国达成协议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日前宣布 范蒂刚支持的地下主教靖陆刚已被北京任命为河南南洋地区教区主教助理 并在1月30日就职 靖陆刚原本是地下主教 但身份被降为助理主教 他在就职仪式上表示会爱国爱教 坚持天主教的中国化方向 这也是中范两国去年9月针对中国主教任命签订临时协议后 首次有地下主教公开就职 显示范蒂刚与北京彼此又更靠近一步 但苹果日报指出河南若望神父透露 这次就职典礼非常保命 禁止没有出示请帖人士参与 而且教堂内一律不许携带手机和拍照 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院长辛福曾曾指出 中范签订临时协议以后 中国地下教会面临更大压力 包括有地下主教被逼迫辞去主教职务 让位给之前不获范蒂刚承认的非法主教 另外也有地下主教被逼转任副主教 接下来看到中国旅美画家汪斌此前在美国北卡路来那州举行画展 但其中三幅抗议习近平的画作后来被主办单位撤走 相关负责人说明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政治倾向被人投诉 美国媒体则猜测画作可能遭到具有中国共产党背景的人投诉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汪斌这次画展一共展出38幅画作 并以抗议习近平的暴政为主题 其中名为沼泽的油画作品 可以看到习近平站在毛泽东的肩膀上向人挥手 背后是共产党党旗 毛泽东则深陷骷髅和白骨之中 汪斌解释这幅画是在警示人们 应该阻止习近平把中国一步步带入沼泽 另外还有一幅画作是被泼墨后的习近平肖像 灵感这是来自于去年7月董琼瑶的泼墨事件 文明指出主办单位是美国政府部门机构 负责人原本对这三幅作品都表示欣赏和尊重 但短暂展出以后却被撤走 他曾向负责人强烈抗议但没有被接受 最后是非洲朱温持续在中国肆虐 也反映在其他肉类的价格上 随着疫情迅速扩大 部分中国民众去年底以来逐渐远离猪肉 导致牛羊肉价格上涨 其中牛肉更是一度连五周上涨 中央社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以北京市为例 一月中旬在一般的传统菜市场 牛肉零售价格介于美式金 32元到35元人民币之间 但在北京南郊的丰台区 一度出现美式金标价高达139元的牛肉 在比较靠近社区的小型超市 牛肉标价虽然没有超过100元 但还是达到37元人民币 明显高于传统市场 至于其他地区 即使是属于四线城市的湖北省校赶市 一月中旬 牛肉价格也涨到美式金35元 与北京不相上下 另外也有贵州民众反映 当地牛羊肉的价格都上涨 牛肉甚至涨到美式金42.8元 而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 信息系统的资料 非洲猪瘟逐渐扩散的期间 全中国牛肉均价直到1月3日以前 已经出现连续5周上涨 此后虽然小幅度的回跌 但和去年同期相比还是高出许多 这期间是复杂的 这期间是复杂的 第4文章